水源 運用貨櫃屋的組成 加上重新設計粉刷的外觀 在新竹尖石箱1010成了亮眼的地標 但其實這樣的房屋設計在各地並不少見 之所以在地方引來熱議 是因為1010館委會認為 該用戶用水方式已經違反了組織章程 為什麼會寫到說集合住宅 以及露營區業者 我們絕對不提供 是因為我們上部落真的沒有辦法說 提供水給露營業者 我們的水源沒有像別的部落那麼充足 就是房屋上的這三座水塔 再加上有營業之餘 遭其他民眾質疑將影響他人用水 因此官委會10號例行會員大會上 特別將此議案納入討論表決是否停水 如果說同意我們不投票 但是我們要投票的是我們要贊成的事是不是我們要按照我們的公約這樣子走 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家拍手成立這樣 好不好各位 那我的概念很簡單就是既然是會員之一 那是屬於人民的權利的問題 那我剛才有特別提到 除了露營用水用我自己私自的水之外 我會另外設一個一噸或者是兩噸 就是符合我們管委會的需求 要求的水塔的總量 那獨立呢 先把它進到那個 就是符合管委會的水塔 雖然投資業者提出了另一套解方 希望管委會能夠接納 但管委會仍堅持依照表決結果 要求該業者將在4月30號前另闢水源 否則將與警方合作來協同斷水 原事新聞的Less 徐家榮 新竹監視採訪報導